大家好 我是 pht 微道 还想要一个实验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叫 VLBIT的这样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是我们之前讲的VLIT的文章 这样的一个综合升级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是怎么组成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先来看看Wild这篇文章 就VLT这篇文章 VLT这篇文章是怎么做的 它就是一个大的transformer 然后这个transformer里面我们放进去一个word 对吧 放进去一个词的imbiding 然后再放进去一个图片的imbiding 这部分就是VIT 这部分就是原始的transformer 然后我们给它们都加上一个位置编码 对吧 所有的文字都加上0 所有的图片都加上1 然后这个值是加进去的 直接加到这个内容里面的 它不是就是说单独出来的一块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了之后 直接塞到transformer里面 这样的话 transformer就可以输出我们最后想要的东西了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VLT这篇文章 它这篇文章其实实际上用到了Bot的思想 它只在word inbiding这个部分用到了Bot的思想 因为在这篇文章之后出现了一篇新的文章 这个文章叫做BIT 对吧 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是首次把图片加上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mask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对吧 就是以前的时候 我们只在这个里面的加mask 对吧 只在我们的语言模型里面加入mask 那么这边的图片是没有加mask 因为mask还没被发明出来 那在这篇文章之中 BIT发明了在里面加mask这样一个方法 是吧 图片现在也可以加mask 那这篇文章的比较遗憾的 就是这篇文章的没有加mask 对吧 所以说它导致它的结果就没有那么的好 但也没什么遗憾的 那个时候没有mask 对吧 那时候还没被发明出来的 这个文章之后才出现了BIT 那怎么办 就出现了一篇新的文章 这个文章叫做VLBIT 那VLBIT就是把我们的word embedding这个部分加上了一个mask 然后在我们图片的部分其实也加了个mask 让它们一起输入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transformer之中 你看这就是PPVP 这是我们的pen对吧 这是我们的apple 拼在一起变成了penapple 做成了这样的一个VLBIT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它呢还作为这个VLBIT呢 做的一些特异性的这样一个匹配啊 那什么匹配呢 比如说呢 我们之前说呢 这个是一个DVAE 对吧 那DVAE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呢 有几个输出 对不对 那这个是DAVAE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话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对吧 那这个对于文字呢 有这样一个部分 对于图像呢 也有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呢 它能够综合去预测图片 也可以去预测这个文字 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就全部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board 这样一个网络 对吧 它不仅它的图片 能够变成board 那这个文字呢 它也能够变成board 那这是我们所讲的 现在这个科研的这些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呢 叫做排列组合 好 那这期视频呢 非常短 因为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的一个排列组合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案例 就把我们之前讲过两篇文章呢 捏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出现一篇新的文章 那么这个视频呢 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